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电纜被集板集团 引致东九龙十多处地方大停电 另一宗发生在新浦江的意外 一名地盘工人使用风炮的时候 吾霜电纜而被烧伤 另一宗意外 涉及吊避车触及架空电纜让城爆炸 两人因此受伤 要避免这类事件 我们就很应该要妥善保护供电电纜 中华电力一直以来 制作了很多有关电力安全的单张和小冊子 给业界人士参与和提供咨询服务 中华电力希望通过这一套短片 介绍有关地底和架空电纜的正确保护方法 使到业界人士进行工程的时候 可以根据中华电力提供的资料 和基电工程署编制的 有关在供电电纜附近工作的实务守则 来执行和采取相应施工方法 首先 让我们向各位介绍有关中华电力各种地下电纜种类 黄色和黑色是一般信号电纜 橙色是光纤信号线 而黑色这些就是常见的380伏低压电纜 红色的就是11000伏电纜 33000伏电纜 66000伏电纜 132000伏电纜 400000伏超高压电纜 最后的就是一般旧款的电纜 地底电纜一般直接埋藏在泥土里面 当电纜需要横过车道 河间 或者构渠的时候 会被铺设于电纜桶里面 电纜桶一般物料为PVC 雅和新铁 同时也会被埋藏于石屎里面作为保护 除此之外 电纜供电系统 主要还包括多种不同电压的电纜接线箱 和沙井 而沙井里面有油缸 油标 泵油阀 導引电纜终端箱 和圆弧层连接箱等 当遇到上述设施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干扰 以免发生危险 要避免损毁供电设施 当大家进行挖掘的时候 就必须依照下列四个步骤进行 1. 撒取图籍 2. 探测电纜为止 3. 挖掘探坑 4. 挖掘及回填 步骤1. 撒取图籍 承建箱进行任何工程的时候 必须离行保护供电设施的责任 所以进行任何工程之前 要知道该项工程所牵涉的地下范围 是否会影响供电设施 有关地下电纜及架空电纜的图籍资料 承建箱可以以游记方式向中华电力撒取 有关部门收到查询之后 就会按照工地范围 印制有关的电纜图籍 和回复有关承建箱 请注意 图籍只可以作参考用途 此外 如果需要进行紧急或者其他不能够预知的工程 又未能够事先取得地下电纜的图籍 承建箱必须假设地下已经藏有电纜 进行挖掘的时候就必须加倍小心 步骤2. 测定地下电纜位置 在进行挖掘之前 承建箱必须聘请合资格人士 利用认可的非破坏性电纜探测器 测定工地范围内所有电纜的位置及深度 合资格人士必须以防水纳筆 游漆或者临时道路标示带 在工地上为已经测定的电纜位置作记号 承建箱必须将电纜的位置及深度资料 记录在有关表格上 并妥为保存直至有关工程完成为止 为了要让工人清楚知道工地范围内 已经测出电纜的位置及深度 合资格人士应该将测试结果 向工地负责人讲解清楚 步骤3. 挖掘探坑 挖探坑的目的 是要来确定地下电纜的正确位置及深度 承建箱必须使用手动工具 挖掘超越450毫米深的探坑 以确定在图籍上显示 或者由合资格人士所提供的电纜位置 如果工人需要使用手提动工具 作开地面 深度限制是 行人路是150毫米 马路是600毫米 而且必须和以测试电纜的水平位置 保持250毫米的距离 或者和任何一个方向的电纜位置 均保持500毫米的距离 为了确定电纜的正确位置 合资格人士在作开石屎地面之后 和达到450毫米深度的时候 再进行复视 确定位置及深度之后 工友可以使用盾口手提挖掘工具 加倍小心地显露地下电纜保护板及电纜 承建商必须确保已经测试位置的目标电纜 已经有小部分外路 以便合资格人士作深度记录 与此同时 探坑多少是决定于豪坑长度 和工地电纜分布情况 和环境因素等等 合资格人士必须在适当的记录表格上 记得任何已经找到的地下电纜的深度资料 步骤四 安全挖掘及回铁 地下电纜的位置确定之后 开座路面的工程就可以灾害 和挖掘坑的时候一样 如果探坑里面的电纜位置 和石屎地面能够保持500毫米的半径距离 或者250毫米的横向距离 工人就可以使用风暴作开路面 之后就可以清除碎石块 当使用机械动力挖土机的时候 毫坑必须与66千伏以下电纜 保持1米距离 如果地下电纜的电压 是66千伏或以上的时候 距离则需为3米 如果距离少于法定规例 便必须使用手动工具挖掘方法进行 此外 如果在66千伏或以上电压的电纜附近 进行挖掘 必须如线通知中华电力 安排实地考察 当挖掘工序到电纜保护板的时候 工人必须使用遁口的手动挖掘工具 将保护板叫松和移离 并且妥善存放 之后将电纜周边又来清除 最后 电纜将完全裸露 和呈现松弛状态 如果需要在电纜底下继续挖掘 和进行安装新设施的时候 被裸露的电纜 便需要使用软展承托 以减低电纜本身所承受的重量而转换 如果电纜的电压高于66千伏以上 请先和中华电力联络 将土怎么加强稳固承托细节 当有关电纜已经稳固及承托之后 就可以继续在电纜底下的挖掘工作 当完成挖掘毫坑 就可以进行安装新设施 但必须保持指定距离 一般来说 新安装的设施 和现有的66千伏以下电纜的最小距离 必须为300毫米 而与66千伏以上的电纜 最小距离则需为1米 这个要求是为了方便日后进行维修 或者紧急操作而设定 为了避免意外损毁电纜 请勿在电纜附近放置遗然物品 或者尖锐物料 应该经常保持工地整结 未经仪器探测的工地 不可以随处插入金属棒 以免损毁埋藏在地底下的电纜 不可以将电纜当作脚踏用来上落毫坑 避免电纜承受过量压力而损毁 当新设施建造完成之后 回田工作就可以进行 首先,将又来回田 置以承托电纜的底部 并施予适当的压土工序 将电纜承托的附件小心解开 和搬离工地 之后将150毫米厚度的油泥 覆盖在该等电纜上 及用木锤将泥压实 接着,放回电纜保护板 电纜保护板 只需完全覆盖该段电纜 之后,再在电纜保护板面 填上150毫米厚泥土 然后,就可以放置黄色警告带 作预先警告作用 接着,就可以以一般回田方法 修好地面 这是中华电力所采用的电纜保护装置 如果在回田之前 发现电纜保护的物料受损或遗失 请联络我们,以便提供额外保护物料 各位,请你记住 如果你要安全地进行任何挖掘工程 你必须遵守以上提及的四个步骤 1. 撒取途绩 2. 探测电纜位置 3. 挖掘坑 4. 挖掘及回田 接着,我们为大家介绍 在架空电纜附近工作的实务手质 现在,我们会为大家介绍架空电纜的形式 和在附近工作的安全措施 首先,让你认识一下高压架空电纜分哪几种 通常分为单动或者是双动架空电纜 和高压架空电塔等 架空电纜是经过审慎的设计 但是因为人为的大意 便会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意外 比如,在高压架空电纜附近 利用吊臂圆空起吊货密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工作人员不留意 车和电纜的距离造成意外 好像在新界元朗、錦田一带的废车场 在起吊这些废车的时候 亦都一样要小心 要确保吊臂和架空电纜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要避免任何意外,就一定要谨记 在高压架空电纜附近工作的时候 应该尽量远离架空电纜 例如吊臂操作员 在操作吊臂的时候 必须注意高度 要和架空电纜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最好加设讯号员指引安全操作 那安全操作距离到底是多少呢? 安全工作范围是怎样界定的呢? 安全工作距离又是怎样测量度呢? 首先工作人员到达附近 设有架空电纜的工作现场之后 应该站到最近工作范围的架空电纜之下 垂直向外直行9米 相当于30英尺 大约一两半16吨吊臂货车的长度 吊臂同样也不可以进入这个范围内工作 如果工作范围必须在这个距离之内 就要马上停工 并且通知中华电力 派工程人员视察和给予适当的指引 以确保安全 请记住 司机千万不能在驾驶位置上 憑肉眼来判断安全距离 除了驾驶起吊机的时候要小心 就算在进行楼宇建筑 或者搭遍棚架工程的时候 都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发生意外 例如 在郊区射泥或者建筑废料的时候 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其实由于堆田区每日都有车辆 倒射大量泥沙和建筑废料 所以地基高度不断增加 而地面和架空电纜之间的距离就不断缩短 意外因此而发生 在附近有架空电纜的废物傾射区 司机在射泥之前 必须先留意地面和架空电纜之间的距离 会不会因为地基被填高而缩短 其实不单止工人在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 要小心高压架空电纜 作为公众 亦都要谈记 不要在高压架空电纜之下 或者附近树立破高的物体 例如竹竿 其干之类 更加不要干扰高压架空电纜 如果有任何怀疑及发现危险的地方 应该马上通知中华电力 作为承建商或者工作场地负责人 在开工之前 首先要确定 在工作现场范围里面 是否存在高压架空电纜 如果有的 就应该通知中华电力进行视察 中华电力 亦都会给予适当的指引 负责人 亦都应该向所有现场的人发出警告 一定要在危险地带树立警告牌 就要确定 在开工之前 已经做足所有安全防范措施 如果机械在入黑之后 在架空电纜附近移动 就必须要向道线 和标记警告牌 和龙门架提供照明 作为工人 如果遇到警告牌 龙门架 就要特别小心和注意 在这里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当在高压电纜附近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和和高压电纜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如果必须要在高压架空电纜附近工作 那工作范围 包括吊备和锁吊物件 应该在九米以外 不要超越安全距离 以免发生意外 只要我们保证隔空电纜系统的安全 才可以享用可靠的电力供应 现在 相信大家对 供电电纜附近工作的安全措施 已经很清楚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对电纜保护的细则 可以参与基电工程处编制的 有关在供电电纜附近工作的实务守质 和中华电力印制的 供电电纜附近工作安全指引 有关地下及架空电纜工程 统绩的紧急查询 请自电以下热线 办公时间内 电话2678-6704 全真2678-6757 办公时间后 电话2678-7721 全真2678-6368 如果在施工期间误选电纜 请自电24小时维修热线 电话2728-8333 以上短片内容指供参考用途 如本片内容于电力条例第406章 定立的供电电纜保护规例第15条 及由基电工程处编制的 有关在供电电纜附近工作的实务守质 出现任何争议的情况 一概以现行之电力条例 及有关在供电电纜附近工作的实务守质为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